我會建議你不要選粉色 因為你穿起來會像新郎 謝謝 好 你要第二次嗎 她的藍色配什麼 她的藍色已經到這邊接觸了 妳的在這邊不能講 哈囉大家好我是楊潔 今天又來到我們AVAC職人開箱系列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 一個比較少人會接觸的一個行業 那我們直接歡迎我們的西裝小王子 宋山西裝小王子 哈利 哈囉大家好 宋山區我這邊有開一家店叫 Sign Please Shoes 就是三生俱樂部 一家專門在做定製的服務的西服工作室 那今天就是很榮幸就是 來到這邊幫我們客戶去做 養生以及挑選布料的一個環節 那等一下我會進入到介紹說 這個西裝的用途是什麼 然後為什麼要挑選什麼樣的布料 會比較適合她的工作需求 來針對於這個上班工作的需求去解決 服裝上面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的委託人是阿翔先生 那我們來訪問一下他 為什麼今天會想要做西裝呢 最主要是去跑客戶這時候可以穿 那因為平常都是穿工作服 不去被訪客戶的時候 穿西裝會感覺比較真實一點 從哪裡是瞭解到 有這項服務的 到 剛好認識介紹 剛好認識介紹 那第一個我們會先去量測的是 人的骨架結構最寬的那一面 就是肩寬 所以我們在挑選衣服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 爸爸媽媽在選衣服他一定是看肩寬 對你肩寬不對 你其他就基本上都不太會對 所以我們第一個會量測肩寬 來 好 那翔哥的肩寬算是寬嗎 以翔哥這個身高 他其實算是標準 標準 對 翔哥應該181左右 剛好180 180 好 那以這個身高來說的話 大概差不多這個肩寬就是差不多 那還會在增後嗎 其實西裝在做肩寬量多少 他做就是多少 對 這是有針還是沒有針 這是因為袖子 接上去之後他會多半吋 兩側多半吋 所以我肩寬為什麼要量剛好 如果我今天是預留肩寬的話 袖子再接上去 你就會變很寬 因為袖子的這個袖肩 他有 有一個 對半吋的空間 所以他貼合上 縫製上去之後 他應該是垂直的 你可以看到我西裝他是俐落的 他不會是垮出去的 那有些人會做到很合身很窄的時候 他穿起來會變這樣 那穿這樣子的話你的肩膀這邊就會不順 就會像這樣子 他太進去了 那這時候我們來量你整個的胸圍的寬度 那翔哥我們雙手放下 平放就可以了 翔哥平常有在健身嗎 沒有 問這是幹嘛 因為如果假設你是有健身的人 他的周 他有周期性的肌肉大小 例如像你今天健身 你肌肉是變大 好貼心喔 沖血 對他沖血 那通常他要兩天後才會消 所以這個尺寸就會差到一吋 對這是細節 比較專業的地方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量出來西服要再去做修改 原因是因為他可能少做我這個動作 而且都會影響到你的身形做出來的比例 好那我們再來量前胸 那女生的話你要怎麼量 女生會請 女性 呃 不是 會跟他溝通 我們不要碰觸到位置 但是有時候不可避免 因為量身這個 這個環節很重要 那我們會跟他溝通 讓他如果沒辦法接受 那我們就會跟他說 那我們可能沒有辦法處理 嗯 所有的系列都可以挑 就是以你喜歡的為者 為原則 那你可以做一下 剛剛想來挑內裡 對我的內裡是這個 我看到 好像鋼鐵人喔 鋼鐵人 哇 對美國隊長鋼鐵人 欸好帥喔 但這個是限量部 所以我做完沒了 對 然後再來就是設計啦 裡面的口袋設計 這個叫做 我們講說這個是手機袋 讓你放手機的 你是不是有秀名字啊 對 我們等一下會討論 要不要秀名字 喔 對 我叫韓利嘛 所以這是英文名字 Henry 然後這個是筆袋 讓你放筆袋 好帥喔 對 以及下面有個名片袋 可以讓你放零錢啊 或是名片進去 那女生西裝也都可以做 對 然後右側這邊有一個錢包袋 這個地方是讓你放 例如像人家會放小短夾 零錢包 然後還有一個 這個蓋子可以把它扣起來 很帥耶 那我們一般通常會有什麼場合可以 因為我覺得內穿很漂亮 其實內裡這個東西是這樣子 就是 假設你今天是穿西裝沒有再扣扣子 只要風一吹它就會跑出來 它就是諾依諾現的感覺 但大部分都是什麼 都是你站著的時候風一吹掀 掀開的那個 那個腳腳那個動作 對它就是在那個時間點 可能會跑出來 那內裡其實它真的功用是防止靜電 防止你的襯衫跟它產生抹擦 造成你的西裝布料壞掉 磨損 所以內裡是起到一個保護作用 還有第二個是它可以吸絲 所以它能不能 你穿起來會不會透氣 跟這內裡有什麼關係 我們用的這個是義大利的料 所以基本上它很透氣 對 那只是說內裡我會建議 跟後面可能可以不要做 這樣你穿起來會更舒服 通常會做到後面 大部分都會做到後面 對 大部分都是全內裡 那做半內裡的話 透氣度更好 對 是報紙風格的感覺 你就很喜歡這個 你是不是放在這一頁 沒有 沒有 放在這一頁 好 那我先記錄一下這兩個型號 因為要叫這個布料來給師傅做 它還有襯衫 對 可是等一下還要選一下襯衫 可是你想要選白色還是有花色的 看一下 這是全白襯衫 然後呢 它是純棉 那這種的吸絲排汗都非常高 然後我有很多商務的客戶 例如像代書啊 或是律師事務所的客戶 他們訂這種襯衫 都是一次訂十件二十件 因為它穿起來很舒服 那訂製襯衫的話呢 它穿起來的版型會比較合身 包括這個領子 比較不容易變形 因為它是手工控制的 你可以摸摸看我這個 我這個領子比較硬 跟你一般在外面買的 市售的領子 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襯衫 我就穿 有其他顏色嗎 有啊有啊 你打開看看 這裡是花色 如果這個顏色跟那個會搭嗎 我會建議你不要選粉色 因為你穿起來會像新郎 謝謝 好 有 要第二次嗎 他藍色配什麼 他人色已經到這邊結束了 你也在這邊不能講 他藍色要配什麼 其實藍色在選擇上面 我會建議就是清爽的顏色 米白色或白色 看起來會比較清爽 你是白色襯衫很多 所以不想要 不想穿白色 不想穿白色 這邊這一整版全部都是水藍色 花紋不一樣 花紋不一樣 這邊都蠻 都還不錯 可是你可以一張一張看 沒關係現在就這個 就這個吧 好這個是千鳥格 因為它有點亮 對它會帶一點亮 千鳥格的特色就是 它會有點反光的效果 剛剛他是選這個的 對剛剛選這個 這搭起來絕對OK的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還不錯的感覺 基本上 我們會建議這種藍色 你都可以配鐵灰色的領帶 有點金屬光澤 對 那沒關係這個到時候 我西裝做好之後 我會幫你配一條 直接送給你 漂亮喔 之前也會做一個口袋給你 那這個口袋是沒有用途的 它其實是拿來放這種手帕巾 就是讓它增加層次 那有的人會用 有的人不會用 那這個我們絕對都是 建議客戶這樣做 對 不要沒口袋會很奇怪 然後再來就是 下面的這個位置 好 這種事比較休閒的 你可以看到它口袋是 有一個貼上去的感覺 它就是叫貼帶 這種就叫貼帶設計 那標準西裝 不是用這樣的設計 一般西裝設計是像這樣子 這個是貼帶 旁邊是有一個蓋子 這就有一個差別 有沒有看到 貼上去跟有蓋子的 有蓋子的 有蓋子的 OK 那右半邊我會看到 它這一件比較特殊 它有在做一個票袋 小的是裝什麼 其實這個是西裝以前文化 小的紳士都要做火車 那那個票是不是都小小一張 它是拿來裝那個票用的 對 就是怕你掉 那現在是沒用途了 做這個會看起來比較正式 不做它看起來就比較年輕休閒 不要 好 那我們就是不做這個小的袋子 好 那今天基本上 所有的款式跟所有的 挑選的設計 通通都到位 那我們就等待下一次配衣 好 那我們等一下準備要給翔哥 對 翔哥 翔哥四川 很帥 要很帥喔 要很帥得出來 要很帥得出來喔 要很帥得出來喔 很適合耶 我要開囉 現在穿起來其實就是 休閒的穿著 就是搭T恤啊 然後我們西裝外套 那袖子我們可以讓它 像台灣夏天其實有時候比較悶熱 那我們可以讓袖口的位置 稍微清爽一點 就不用看起來那麼的正式 那我們可以增加一些休閒感 就是把它的這個扣眼的位置 我們把它解開 好 那解開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我這個西裝的 襯的這個位置 袖子的這個位置 我們是做偵插 所以呢 我們把裡面的配布的顏色 把它拉出來之後 可以讓它的顏色看起來 再清爽一點 所以我們把裡面白色白底拉開 那折起來 就折大概一個這樣的距離就好 然後向上反折 我們每個人習慣跟穿著的感覺 跟視覺感是不同的 對 那就依照每個人的喜好去做設計這樣 OK 比較年輕的感覺 這樣這樣這樣 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這樣 沒有沒有 這個破壞美感 這滿好看的耶 比較年輕啦 對對對 一個讚 讚 那我想問大家應該都很想知道的是 普通人想要訂製這樣一樣的西裝的話 大概要花多少錢 其實訂製西裝 第一個它會看工藝 它的做工方式 跟它的面料 對 還有它面料是 是不是進口啊 還是它是國產啊 那其實在我們自己的平均收價來說 我們的西服大概從大概 1萬到差不多4、5萬這個區間都有 就是從1萬往上去 對 但是其實1萬多塊的面料跟這種西裝器就蠻 差異蠻好 對 保置蠻好 我以為是差異蠻大 沒有其實它還是品牌的關係 對 比較高級的進口品牌 它其實單價就比較貴 對 那這個真的就是看每一位客戶 它對於西服這個它的實用度 跟它的這個性價比 我們會去跟它溝通 我自己覺得是 先特別感謝韓力跟翔哥帶給我們 這樣不一樣的體驗 因為我從來沒有接觸過 看到我們翔哥變那麼帥 那是不是要訂閱我們呢 所以記得訂閱開啟 小鈴鐺 當當 好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好